大家好 我是小林 这个视频从一个简单惊悚的新闻聊起 还从蚂蚁这个事件聊出去 什么事件呢 就是网传 就很多网友在网上塞 蚂蚁花别额度突然被砍 很多人直接降到3000元 或者说是砍一半 就有很多网友在论坛里面 就发酵开去了 发酵开去 有的人就在猜测了 这个蚂蚁你看它是不是没钱了 我估计有一方面 有这个原因 但是就是 它蚂蚁出来 我们看它的官方回应是什么 蚂蚁出来回应是 近期花别正在调整部分年轻用户的额度 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 也就是这符合中央的宣传 也就是这马云也是妥妥的 我也肯定要接受国家管理的 这马云一直都这么讲的 就通过这个新闻 那我有我想说的话 就是 我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 现在好像这个舆论宣传 变得很奇怪 你知道吧 你想想 你这个年轻人没人拿着这枪 逼着你贷款的 对不对 就是现在变成了 哎呀 这些互联网金融 这有点这个 这个以前这个 中共的那种运动式的味道 你看 你们这些地主啊 剥削我们农民啊 你们你看 互联网金融平台啊 你们 这个抗害年轻人 哎呀 我就闹了闷了 首先我不说啊 用花别戒别 很多都不 不年轻人 你首先你怎么定义年轻人线 我好了 我30岁以下算你全部都年轻人了 30岁以下用花别多了去了 全中国就没几个人不用 我告诉你 我那个60多岁的老妈都在用花别 这个实在是 呃 一方面 这个跟年不年轻人 没半毛钱关系 他利用一种很惊悚的那种 呃 那种善情的那种表达 这个我就想起了啊 想起了中国共产党以前的一个宣传 那这个宣传的影话叫做什么 杨白老白毛女的故事啊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这个杨白老的故事就是 呃 他有个女儿 他叫喜儿 这个喜儿 然后他为了耕田 还有什么 就跟这个皇室人呢 借钱啊 借钱 然后就 但是收成没收成好 说是 然后就来 来收回了 来收 收不到账啊 这也收不到 那也收不到 也没有钱 变卖啊 你把你女儿交给我 给我啊 然后就要了他 他那个喜儿 喜儿不从 然后就躲到山里面 要变成了白毛女啊 就这样的一个好像是这样一个故事吧 反正这晚上其实以前几年曾经是有这样一个讨论的就是杨白老是不是老赖啊 就有这样一个讨论 那时候都是我我告诉你我身边老赖多了去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见的多了去了 这这个在中国啊 我告诉你那个上阵子那个不是武汉那个什么叫就不是有个人最美护士 然后爆出他原来他要嫁给阿兵哥啊 然后是他是个老赖 其实老赖很多啊 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大家都不承认 你不知道的 你无端的 你不可能天天去去那个人民法院网看看 哎 你这个交的这个朋友是不是老赖 他是不是老赖 没人去这样看了吗 呃 我们说回谁在害怕花别人 我认为不年轻人 他自己借的钱 你以为他不知道吗 他还傻逼吗 他读过了大学生也是吧 你借钱你不知道你这个就借钱吗 所以你不要回到那个运动式的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那种 善情的那种 呃 共产党的那种话 话语话语的环境里面去 嗯 其实啊 就对于这个杠杆非常害怕的 啊 他是2017年开始啊 就是当年就是 呃 外汇大量流失 就是就出现了黄剑林 当时 枪打出头了 就是 当时中国首富嘛 就就说 严查他 因为他就国内负债 然后把钱都搬到国外去了 就然后会不会有千千万万个小王剑林小贾约亭呢 啊 然后或者说这这种东西再搞下去我也不可能抓抓这么多人去坐牢对不对 现在以前真的是你刷个信用卡不还的桌里去坐牢都可以 你现在捉不过来 所以桌里会进去白吃白喝对吧 我真的搞不过来 所以最近几年的很多老赖基本上没有真的没有啊 啊就你只要是你是欠银行的钱 呃就官方大机构的钱基本上也就是走法律程序 然后给你发发短信 打打电话 呃然后起诉你 然后把把你拉黑 也就这样 没有什么暴力催修 所以怕的是共产党 不是年轻人 呃我们中国 你不要不要不要白莲花 还有什么玩意 我我这些形容词我有时候不会用啊 就你不要以为大学生是个什么 大学生鬼精鬼精的多了去了 你不要不要搞得他们好像是一个保护动物一样 没这么回事啊 呃所以 我又看到了啊 今天人民日报发文了 他又是发什么文呢 我们从这个话题继续延伸 习近平又出来发话啊 我们习总的这个习总又又发话 发话什么 习总指挥我们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啊 搞了一个这样的文章 喂你习近平小学的没 哈哈哈哈 你小学的没毕业 你知道全国精英去怎么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然后他说什么话啊 你看这说的都是这种 你看什么话 千招万招 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 你看这习近平都这种话嘛 拉炉起袖子加油干啊 什么 呃 他 通俗易懂啊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也是中国中共领导人的一个话 话语的系统啊 举胡 举小平也会说 利益 说不到白猫黑猫 牛白猫黑猫这是好猫啊 这个 这个 通俗易懂的话语啊 这个也符合 中国劾情嘛 呃 但你过了这么多年 你习近平你搞这一套 也是 而且习近平说的话也很搞笑的 就是你看他从17年开始去杠杠 去到现在 你发不发现这个狱 去来去去去不晚 就像反腐一样的 那个反腐也是 打来打去这苍蝇老虎打不完 对吧 确实也是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世界消灭苍蝇的 没有 你消灭蚂蚁的 有没有 没有 因为这打来打去死不完的嘛 这些东西 然后他越化解越去杠杠 越要管住货币 一定要管住 管来管去 越管越管不住 因为然后从以前的什么小风险 现在还变成重大金融风险了 你看越搞越乱 最后我说说我的个人看法 又说一个我的个人看法 中国人啊 其实从18年开始已经他妈屁都没有消费力 我告诉你 这个负债 它是顺应了整个中国的经济里面的一个市场自然的一个产物 你没有负债他妈的我告诉你中国车也别买了房也别买了什么什么的饭也别吃了真的很多人现在就靠着花别过活过生活了我告诉你交租都交不起啊 那么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搞笑的历史 我去收租啊 那个租户就问以前都很准时啊 现在问我 哎呀房东啊你有没有那个二维码可以用花别的那种 他要指明你这个二维码要可以刷花别的 我余额都没有我只有花别 只有拉点信用额度了 而且多搞笑的没钱啊 中国人真没钱啊 我这个观点说了很多次 你不是这种负债耶 你他妈你你中国中国经济早崩溃了 所以这个这个习近平也是害怕这种东西 你把他管住呗你你整个经济又死了 对吧你你不管他他他他觉得很害怕 你知道吧他他这种共产党人他他不懂市场 他觉得哇这么乱七八糟 你们我怎么理解啊你们这个东西 他他觉得无从理解啊 都都其实都都虚对虚啊怎么搞啊 我说就看不懂他小学生那样看不懂啊 他都觉得哇乱七八糟 那个他当年批判美国 美国各个负债啊 我们各个有存款 现在他各个的也没存款了 也跟美国一样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 他不明白 然后他就很害怕 哎呀不行不行 我们这样不行 就有运动式的去杠杆 运动式去杠杆 接着打破市场规律 你明白 你该负债负债 然后该违约违约 你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你有法律怎么大哥 你有法律按照法律处理啊 按照法律走流程啊 你怎么搞个运动式的 哎呀年轻人被他们坑害的 坑你个屁啊 所以这个我相信啊 只要这个习总书记继续加速加速啊 我们这个总加速师 中国经济一定能够遗落千丈的 所以这个可怕的不是说十几亿人里面出一两个老赖 十几亿人里面 你每年一千万大学 九百多万大学生毕业 里面你说有几个调皮捣蛋的 借钱不还的 这不很正常吗 中国十几亿人里面 有几个老赖不很正常吗 所以就或者说人家做生意 这该该搞不了搞不了 你好好的你搞你 搞你那个破产制度搞 搞半天搞不出来 所以这个这个话题就 从这个蚂蚁啊 什么传出来啊 这个所以大家也是要注意了 最后说点实际的干货 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个去杠杆 还要继续 然后能借钱呢 就把好好运作自己的那个债务结构啊 就不要 如果你资金不充足 你不要不要 小心 反正啊 我不教你们怎么怎么运作债务结构啊 就不要一下子让自己陷入这个基金链的紧张当中啊 是吧 要小心一点咯 是吧 就是特别是有一些什么周转信用卡的 大家 大家 就是 我不会说了啊 就是这种啊 那这个视频先到这里 绝对有点参考 就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